七壺台灣茶 茶香四溢 模仿早期農家鳳茶文化 讓外國人也能喝出來自 寶島的農農人情味 2023年威尼斯建築雙年站 以未來實驗室為主題 來自七十個國家 超過兩百位建築師 藝術家參展 台灣團隊也遠赴水都威尼斯 用台灣茶與世界接軌 透過空間體驗裡面 不是只有硬體的 所謂純眼睛的 視覺性的認識 它還可以透過身體的不同的感官 來讓自己認識這個世界 打造以茶文化為主題 台灣茶屋循環茶室 將台灣常見的鳳茶棚架 搬到威尼斯來 3D呈現台灣百岳山脈地景 還有國產木材林柱 讓人彷彿置身台灣森林 設計上很有巧思 更加入循環科技元素 屋頂的部分就是 海洋廢氣寶特瓶回收後 再利用的防沙布 那我們的中間的主結構是 台灣的永續森林的國產材柳山 然後再來地板的話 我們是用茶廢渣的廢料 半開放空間墓柱上 介紹台灣十個山頭的十款茶 舞動裝置讓觀展民眾能夠秀文茶巷 將台灣茶帶上國際舞台 紅龍茶想要走上國際 然後讓更多人看見我們 我們在路野算是一個比較小的一個茶區 那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共同的力量 然後可以讓我們的茶可以有品質 讓世界看見台灣軟實力 沾場中香水原料模擬出的茶香氣 用嗅覺讓外國民眾感受台灣茶香之美 發笑的氣味 台灣茶香藥上國際除了嗅覺的藝術 台灣團隊透過各種感官體驗 為威尼斯建築雙面站 帶來一抹島嶼茶香 近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